这一周我们 辅二路三蒙甲 迪化街年货大街 热闹好地方 以前小时候如果想要买布呢 就要到迪化街来 迪化街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永乐市场 永乐市场就是很知名的布市 外布以外呢 这里还有茶叶南北货 中药材等等的批发 在没有跟大陆通商 这么密切以前 这里可是大家要买东西 都要来的地方哦 据说呢在最早之前呢 迪化街是由全州的同安人 在迪化街这里呢 新建起了商店 也就形成了一条中街 在这条街上呢 很有趣的就是 有菩萨的闽南市建筑 跟繁华的巴洛克装饰建筑 到现在的现代式建筑 有这么多有趣的建筑 在这里汇集 因此呢 经常会有人在这里 拍照打卡 甚至于拍摄影片 或者广告 迪化街呢 跟台北车站距离其实很近 你可以呢 转换捷运或者公车 或者是计程车 到达这里 也可以骑脚踏车 但是我是选择走路 走路呢 可以经过华音街啊 这一带都是批发商场 所以呢 一直到迪化街这里 都非常的棒 有很多的建筑物 可以欣赏以外 还可以购买很多的东西哦 花街呢 就是要寻找古早味 以前的东西 就是这么的耐人回味 不止呢 只有吃的哦 有小时候 阿嬷拜拜用的桌巾哦 你看 他绣的是不是活灵活现的呢 好精致 对不对 我家的不知道去哪里了 你家的海在吗 店呢 就在永乐市场的一楼 好特别哦 所以呢 我就这样的把它偷拍下来 感觉呢 真的很有古时候的味道 这个店是不是很特别呢 连宫庙里面的木偶头像 他都有哦 家人们 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好奇呢 请用你们温暖的心 幸运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 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拜拜 拜拜